晚清著名实业家张俭曾是科举状元 然而他的功名之路却历经坎坷 他通过过计改名的方式科举一名 跨地区报名 十六岁边一名惊人考中秀才 然而此后有人却抓住他考试作弊的把柄 再三敲诈勒索 家庭几乎倾家荡产 面对举报和官府的追查 张俭和他的家人如何应对 经此风波痛定思痛的张俭是怎样考中状元的 考中状元之后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决定器官从商 科场大案系列节目 特邀湖南大学李斌教授为您解读 移民考秀才下集 事发之后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上一次讲到江苏海门县的张俭 他以过继的形式改名张玉才 在如高线报考了 但是在他参加周试的时候 他的成绩并不好 被他的私俗老师狠狠地骂了一通 说他如果在接下来考试里边有一千个人报考 录取999人 还剩下一个不录 就是你张俭了 这就让张俭师大受刺激 他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不但对不起老师 更对不起冒着风险 让自己冒起来参加考试的父亲 更对不起这个家族 所以他发誓要通过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考取秀才 那他会怎么努力呢 他就在自己书房的窗户上 桌子上 蚊帐上 凳子上 到处都是贴上纸条 纸条上都写上999个字 他睡觉的时候 就拿两根竹棍子夹住自己的辫子 只要头稍微移动 或者是一翻身 就会因为辫子被夹住了 头皮就痛 他会醒来 只要一醒来 不管是晚上几点 他都会立即爬起来读书 那么他读书真的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他自己说 晨方变色 夜逼近游二斩 也就是说天刚刚亮 就起来读书 晚上开夜车 必须要用掉两斩灯游 他读书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刺眼的999五个大字 耻辱感是油然而生 以至于自己常常是痛哭流涕 在这样的激励下 他忘记了一切疲劳 忘记了所有的艰辛 夏天的蚊子很多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驱蚊 怎么办呢 张俭又需要晚上读书 那放在桌子底下的两只脚啊 就成了蚊子们的美餐 被他们疯狂的叮咬 让张俭是苦不堪言 最后张俭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是什么办法呢 他拿出两个空菜坛子 把脚放进菜坛子里面 那蚊子们就再也没办法来叮咬他了 他简直就是头悬梁 追刺骨的清代版人物 非常非常难得 张俭这么苦读 有没有效果呢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他在接下来的院士的时候 顺利的考上秀才 成绩还很不错 是第26名 这一年他多大 他只有16岁 如果是按照明清时期 西方来中国的传教士的说法 秀才相当于西方的学士的话 那么16岁的张俭就已经是学士了 非常了不得 我们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要拿到学士学位 大多数在20岁以上 那他一个16岁的孩子 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高一学生 就能够拿到学士学位 很不错了 应该说能考上秀才 表明张俭 确实没有辜负他父亲和老师的期望 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但是张俭和他的家人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所谓天才少年 年仅16岁就中了六才 家族上上下下 可谓欣喜落荒 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 由于他是冒级报考 所谓冒级 是指张俭家族 祖上三代没有中过局 属于冷籍 但是张俭却冒充中过局的家族后人参加考试 而且还中局了 这等于给自己的公民路上 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会有被告发的可能 张俭的父亲是非常假信用的人 张俭一考上 按照之前的约定 他要付给张俭钱 张俭就是 张俭为了到如高县去报考 过继到张俭名下 成为张俭的孙子 现在要给张俭好处 张俭的爸爸付2400文 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2000块 之前约定的是付1800块左右 现在多付了200块 估计他心里也是抱着感激的心情 感谢张俭他们的帮助 让张俭这么顺利的 在这么小年纪就考上了秀才 张俭的父亲这么做 能让张俭高兴吗 让张俭和他的父亲万万没想到的事 都给张俭钱 并没有让张俭和他的哥哥张炯感到满足 他们反而觉得 现在找到了一条取之不尽的财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俭张俭兄弟都是洗大烟的 也就是吸鸦片的瘾君子 为了买鸦片 他们不断的来张家 每次来了之后 跟张家说话的口气都差不多 就是对张家人说 张俭是怎么考上秀才的 我们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也很愿意保守这个秘密 但是现在手头有点紧 想找你们张家借点钱 他们甚至威胁说 如果借不到钱 那就怕我们万一口风不紧 把张俭怎么考上秀才这件事 说了出去 那到时候麻烦就大了 每次听到他们这些话 张家人都心里非常明白 他们这哪里是来借钱 分明就是来要钱 就是来敲诈 但是张俭冒急报考的把柄 就确确实实抓在他们手里 张俭的家人 也只好忍气吞声 一让再让 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给他们钱 就这样持续了四年多 张俭家确实已经被他们榨干了 不但原有的家底被掏空 而且还负债了一千多两银子 原本一个小康人家 已经到了倾家荡产的程度 实在再也拿不出钱 那么拿不到钱的张氏兄弟会怎么办呢 他们恼羞成怒 真的就跑到如高官府去告发 说张俭这个秀才的书白读了 居然大意不道 不忠不孝 为了考一个秀才 竟然随便任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为爷爷 为了考一个科举 甘愿去当孙子 为了能够达到彻底搞到张俭的目的 他们还勾结了如高县的教育和训导 教育和训导 大致于相当于我们现在 一个县的教育局局长和书记 由他们向如高之县 也就是如高县的县长 提供张俭冒击报考的材料 如高之县收到举报材料之后 立即派人把张俭抓起来 那么他们会怎么处置这个冒击报考的张俭呢 这个时候如高之县故意放出话来 说张俭冒击舞弊的事可大可小嘛 就看他们家属怎么对待了 听官府这么说 张俭的父亲心里明白得很 如高之县不就是说 张俭的舞弊情节严不严重 是不是要受到严惩 全由钱说了算 如果我们张家舍得送钱 就可以大师化小小师化了 甚至把张俭给直接放出来 如果不给如高之县送钱 张俭冒击 那就严重了 可能会让自己的儿子张俭有牢狱之灾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了能够营救儿子 张俭的父亲是这里求爷爷 那里告奶奶 终于借到了一百多两银子 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万多块 送到了如高之县手上 张俭终于被放了出来 但是如高之县并没有给出一个最终处理意见 这也就意味着张俭张俭兄弟和如高之县 还是有可能继续来敲诈张家 为了张俭一个人的功名前程 张家从小康变得负债累累 度日艰难 张俭整日里也是战战兢兢如履 搏冰 不堪重负的他冒着巨大风险 向学政写信 坦白自己冒击报考的事实 他的这种做法会给家族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科场大案系列节目 湖南大学李斌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移民考秀才下集 事发之后 科举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是读书人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 纵观千年科举时 科场作弊与反作弊如影随形 言行俊法之下 他们会想出哪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方式铤而走险 封建帝王为何对科举舞弊涉案官员学子大开杀戒 这些历史名人又因何卷入了科举舞弊大案 湖南大学李斌教授为您揭秘历史上震惊潮野的科场大案 经历了这一次牢狱之灾之后 张检明白 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了 为了不再牵连家里人 他决定向当时的江苏学政 彭久于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里要说明的是 他为什么向江苏学政写信呢 因为张检是秀才 按照清代的规定 处理秀才相关的案件 必须先报告绝证 于是张检写了一份报告 将自己怎么冒急 怎么受到敲诈的经过 详详细细的写出来 他这么说等于就是自首吗 那么他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 他的目的是除了不让张氏兄弟 再来敲诈自己之外 他还希望请求学政 能够革掉自己的秀才 让自己恢复原级 也就是说从如高回到原级海门 再一次参加考试 他希望重新再来 张检这么做 应该是有很大风险的 因为张检毕竟是冒急 是异地报告 那清代对于这种舞弊的处理 是非常严格的 除了取消考试资格 如果通过异地报告 获得了科举公民 比如秀才举人 也要被剥夺 如果学政先革掉他秀才 然后又不让他再回海门参加考试 这就意味着说张检就一辈子的有可能 丢掉参加科学考试的资格 更不要说后来考状元了 所以这个是巨大的风险 面对这么大的风险 他也许是做了最坏的打算 实在是逼得没办法了 那他向学政自首 他这么做 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学政彭九余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学政彭九余接到这份报告之后 他就跟当时的知州孙云锦进行讨论 他们都认为说张检是一个人才 你看看16岁就考虑秀才 文章又写得很棒 才华很异 确实是个人才 如果不允许他继续参加科学考试 有可能就会被埋没 于是他们提出了建议 让张检恢复海门级 而且不取消他的秀才资格 但是他们只能提出建议 最终决定权既不在学政手里 也不在通州之州手里 决定权在朝廷礼部 于是学政和通州之州 写了一份报告 向礼部说明了张检的具体情况 请求礼部能够重新发落张检 礼部最后会怎么处理呢 到1873年 礼部通过调查 最后得出结论 就是在保留张检秀才身份的同时 允许他回归海门级 让他从卢高把户级迁回海门 这等于说是对张检这个才子网开一面 从同志七年1868年冒击报考 到同志十二年1873年 礼部宣布处理结果 前后五年时间 张检是受尽凌辱 也感受到了事态的炎凉 张家都过着提心吊胆 如金公之鸟的生活 可见这一次考试 对他的影响有动不大 经过礼部特批归籍的张检 此时年方二十有意 他先是在江宁发审局当个文案 随后投入怀军吴长庆的门下当幕僚 张检帮助吴长庆筹划军务 起草走张 提出政见的才能 很快在官场声明确起 与此同时 他也在科举功名路上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尽管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 张检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他反而是意志更加坚定 学习更加刻苦 在18岁 21岁 23岁 24岁 27岁 前后五次到南京的江南公园 参加相试 但是每一次都落地而归 他始终没考上个举人 直到光绪11年 1885年 已经33岁的张检 他以国子建学生的身份 在北京参加顺天相试 这是他第六次参加相试 不过他这一次考试的名次还真不错 考了一个顺天相试第二名 因为参加顺天相试的人 人才积极 能考一个第二名不容易 另一方面 按照清代顺天相试的规定 在北京顺天公园参加相试的人 不止只有顺天直立的考生 还有国子间的考生都在北京参加 所以在北京参加顺天相试国子健身 第一名也只能够录取为顺天相试的第二名 那这个第二名大多数是来自南方 因此被称为南园 考中南园之后 他原本希望是再接再厉 一鼓作气 考一个进士 可是在接下来的会试里边 屡试不重 先后参加了五次会试 直到光绪二十年 一八九四年会试 他才以第六十名的成绩 考中共试 共试都有资格参加 接下来举行的皇帝主考的殿试 在殿试里边 张俭导师发挥得非常好 也得到了负责具体乐卷工作的大成的赞赏 其中就有光绪皇帝的老师 翁东河的赏试 他评价张俭的试卷是 得一卷 文气甚老 字一雅 非常熟悦 也就是说在翁东河看来 这一份试卷 行文非常老道 书写的文字也非常不错 能达这样试卷的人 肯定是一个非常之才 正是在翁东河和其他一些大成的鼎立推荐下 张俭一举夺魁 高中状元 这个状元确实就让张俭是扬眉吐气 那一扫之前科举印试种种阴霾 所有的不快都被这个状元给冲淡了 从他16岁冒级参加科举考试 到他42岁高中状元 前后经历了20多年 如果算上他读书印试的时间 那就更长 张俭自己说 终如少壮之日月 婉转消磨于有私之事而印其求 盖三十又五年已 读书印试到考中状元 前后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才练就一个状元 这也可以看出 在科举时代 一个读书人要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 拥有一席之地 那是多么的难 三十五年的血泪功名录 张俭终于苦尽甘来 作为晚清的一名状元 他很快在政坛和文坛上展露头角 然而发生了什么 让他毅然放弃多年努力 争取到的官职 决定器官从商 他的实业旧国理念 又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科场大案系列节目 湖南大学李斌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移民考秀才 下一期 事发之后 考上状元之后 按照清朝的惯例 张俭被授予汉林院修传 官职并不高为从六平 尽管不高 开始了他的做官生涯 但是与历史上绝大多数状元不同 张俭35年坚持不懈的参加科举 我个人觉得 更像是在证明自己的实力 是向世人证明 自己绝对不是一个投机取巧之位 以此来挽回自己的尊严 当他得到状元这个结果之后 他又感觉这并不是自己真想要的 尤其是面对甲午战争的惨败 1894年他考中状元这一年 正好是甲午战争之年 那么面对甲午战争的惨败 让张俭是痛心疾首 他单独上书 谈扯李鸿章 强烈要求朝廷罢免李鸿章 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 张俭就认为 在这样的朝廷做官是一种耻辱 不久 他的父亲过世 张俭立即从北京回江苏老家分散 在家手伤期间 他得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订 更是痛心疾首 他在日记里面写 合约十款 激庆中国人之高选 国体之得失无论影 他还说 王国之马关条约 朝廷能忍 无四万万同胞不忍忍 无欲大声疾呼 坚决反对 应该说 这个时候的张俭遇到了父王 遇到了国主的双重悲痛 家世和国世都让他痛苦万分 痛定思痛 张俭认为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 清朝的无能和腐败 这也更加坚定了他放弃做官的想法 所以他认为 做官不能改变中国的局面 那什么才能改变中国的局面呢 他提出 无通因世界之趋势 知文化必先教育 教育必先实业 他把挽救中国威王的希望 寄托在发展实业和教育之上 应该说 刚刚考中状元 踏上仕途 他完全可以像历史上大多数状元一样 可以走做官升官之路 他至少可以过一个 一失无忧的生活 但是张俭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威王 他依然是弃官从商 为救国而舍弃做官 为自己的理想 放弃了自己花几十年得到的功名利路 我觉得他真是那种 为理想信念活着的人 是一种为大我 而宁愿舍弃小我的人 他在1896年 就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 在通州创办沙场 开始了他的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不过尽管张俭 后来所走的路 好像跟状元头衔 没什么关系 但是状元依然在他的实业中得到体现 他的大深沙场早期的棉沙产品 使用魁心商标 下面设有红魁 蓝魁 绿魁 金魁 彩魁 等等不同产品线 商标的主要部分 就是魁心点斗 独占凹头 那魁心点斗 独占凹头 寓意就是状元 我想这也许是张俭 虽然为了挽救民族国家的威王 而放弃了状元给他带来的荣光 但是状元这个头衔 让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种状元情节 不要说像张俭这样状元出身者有 古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有 其实 你我心中 你就能说没有状元情节吗 我想也是有的 从张俭的这种戏剧性的人生经历来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到了清末 科举对于独孙的影响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决定性作用了 放弃科举基地带来的观止 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这是不是就预示着 科举制度的存在的必要性 也在逐渐的消失呢 是不是预示着 科举也即将走下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了 我觉得从张俭的经历来看 确实有这些征兆 果然 科举制度在张俭1894年考中状元的11年之后 也就是在1905年 清廷就宣布停废科举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就此被终结了 好 状元实业家张俭冒击5B案 就讲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纵神宗西宁元年 山东登州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13岁的少女阿云 因为不满自己的婚事 向未婚夫为大 举起了刀 由于案情本身并不复杂 官府很快换 那么是谁将这个本来不大的案件 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杀人少女遇到热心官员 明日播出